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這節要先講一宗突發消息 然後再跟進一下美國大選的情況 這個自稱為總統當選人的拜登 原來在2018年的時候 領養了一隻德國牧羊犬 改了名字叫Major 在上星期六的時候 拜登有空沒東西做就跑去狗狗 人獸之間玩得樂易不符 只不過拜登狗狗狗變了狗狗狗 玩得樂極生悲 根據媒體的報導所說 拜登的右腳的腳踏咬柴 扭傷受傷 於是在昨天 送了一個位於特拉華州的骨科醫生進行治療 醫生幫他進行檢查 根據初步的X光檢查結果 並未發現有明顯的骨折 醫生遲些還會幫拜登進行電腦掃描 來確認傷勢 拜登也算是架勢堂 不斷扭傷腿 又要照樣照樣 不過也對的 78歲高齡 穩陣點好 現在他做夢都當正自己是總統當選人 萬一他出現了什麼狀況 被賀錦麗冷手側角而沾堆 就不是那麼好 當然 其實這件事出現的時間點 就有點奇怪 因為昨天剛剛傳出的消息 就說美軍和CIA在德國方面開火 原來這個消息得到了 麥肯納來將軍的認證 好了 今天拜登無厘頭就說扭了腳 而且那位副總統當選人 賀錦麗 直到目前這一刻為止 仍然是未曾捨得辭去參議員席位 到底他是否當選了副總統 拜登又說敲鑼打鼓 要進行交接工作 又要求總務處 將過度所需的 600萬美金 交給他的 所謂過度團隊 難道你只是為了拿錢 賺笨 為何賀錦麗還可以霸佔參議員席位 他不需要做交接工作 還是他根本上是做兩手準備 萬一拜登根本上不到台的時候 他起碼還有些渣辣 起碼還可以延續他的政治生命 做他的參議員 我看怕就好像後者居多 沒理由做到副總統都可以 亂撞這個參議員不捨 副總統高職位那麼多 所以這個拜登陣營 貌似佔了上風 但實際上是暗勇處處 危機四伏 絕對不穩陣 他號稱有306張選舉人票 但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陣營正在打兩大戰略 一方面就是打官司戰 嘗試通過司法系統來尋求解決的辦法 另一方面就是州議會的 憲法保衛戰 通過憲法所賦予給州議會的權利 去自行提名選舉人 這一招更加之絕 因為法官怎樣來作出裁決 特朗普陣營就很難來控制或者是左右 但是 究竟這個州議會的 憲法保衛戰能不能夠打得成 絕對就是共和黨可以控制得到的結果 而拜登和民主黨的陣營是毫無招架之能力 所以搞不搞得成就真的看共和黨的做法 接下來我們又再跟進一下 到底 美軍和CIA在德國出現了什麼情況 根據美國媒體Headlines360 頭條360的報道所說 就說 麥肯納尼將軍和弗林將軍 昨天去到了WVW廣播網的時候 接受採訪 麥肯納尼將軍 在訪問當中作出了令人震驚的公辭 他就說根據可靠的消息人士告訴他 美國的陸軍特種部隊 很有可能就是著名的三國洲特種部隊 就向位於德國法蘭克福的 伺服器傳放地點 發動了特集 而這個地點就是由CIA所管理的 在這次的交夥當中 有五名的美軍士兵 壯烈犧牲 另外就是有一名的CIA准軍事人員遭到不測 而這一名的人員 就是從阿富汗方面 趕赴過去德國 麥肯納尼將軍還說到 說對於那些伺服器的後續審查 已經是有了初步的證據 證據又表明了 有多個國家是參與了 針對特朗普總統的政變 而特朗普總統 將會是被證明得到 他在這次的大選當中 是贏得了 壓倒性的勝利 這就是麥肯納尼將軍 在訪問當中所說的版本 其實跟我們 昨晚的一節 引述Twitter所說的說法 是大同小異 這位麥肯納尼將軍 是有什麼背景的呢 原來他是一位已經退役的 美國空軍中將 曾經在國防部長和美國 副總統下 擔任過高級軍事職務 而他在越戰期間 曾經擔任過前鋒的 空中管制員和 戰鬥機飛行員 即是說 他是有一個非常資深的 軍方背景 昨晚我說Twitter 在瘋傳的 那個說法是存疑 因為根本上 沒有一個有名有姓的人 認頭 現在有這位麥肯納尼將軍 出來現身說法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個說法的可信性 加強了很多 起碼是有一個真人 跟你說 不是在Twitter上 打幾隻字 而且他有一個 這麼資深的軍方背景 的時候 他收到封 甚至乎是收到有人 告密給他聽 一點都不出奇 所以現在的可信性 我認為是增強了 如果麥肯納尼將軍這番說法 是屬實的話 其實也是證明得到 美軍就是特朗普 最重要的 支持來源 因為特朗普根本上 對於某一些 情報部門 比如說FBI 和CIA 他就是觸手無策 他根本上 就不是很使喚 這班人 來幫他做事 而麥肯納尼將軍的這番說法 其實也是反映得到 美軍就已經是介入了 在今次的大選 爭議當中 他們扮演著一個什麼的角色 就是阻止政變的角色 這裏所說的政變 其實就是 有些人 想通過造票 和出籤 等等 選舉舞弊行為的方式 來把特朗普 強行的攀走 趕下台 所以在這個背景下 軍方 參與了這一場的爭議 絕對可以理解 就不是特朗普 以權謀私 或者 特朗普 想借著軍隊的力量 去勇兵 自重 不要作出這些 無稽的批評 那些左翼評論員 左仔 左媒 一定要睇大眼看清楚所有事實 才能作出評論 現在 既然 那些伺服器 都是在特朗普陣營手上 我就相信 最終的真相 肯定 是會得到曝光 和水落石出 此外 其實 這一位 麥肯納尼將軍 他所說的 說法 就跟特朗普 較早之前 在Twitter上 所分享的 那篇文章 就是 Release The Kraken 那一篇 就是 所說的東西 具有一致性 當中 沒有任何 矛盾 存在 麥肯納尼將軍 還有補充 說 海曉 The Kraken 其實 就是 美軍第305 軍事情報贏 那個大本營 就是設在 阿里桑拿州 那樹 所以 他既然說了那麼多內幕消息 出來的時候 都是增強了這個說法的可信性 除了 麥肯納尼將軍以外 其實 弗林將軍 都有在幫忙 發工 他有份支持 Lin Wood律師 所發起的 一場運動 那位律師 希望 可以在 喬治亞州 喬治亞州 是收集得到有10萬名以上選民的簽名 一起聯署一份的請願書 就是上書給那些 州議會的議員 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 喬治亞州的立法機關 可以舉行一場 特別會議 調查有關於選舉舞弊的行為 最終的目的當然就是希望 喬治亞州議會 是可以行使美國憲法賦予給他們的權力 去收回 選舉人的任命權 這10萬個 請願的簽名 現在就已經收了27,000個 距離的目標 其實都是不遠的 因為他發動了不久 可能有人就會質疑 這位律師 搞了這些簽名請願書 是沒有法律效力的 純粹是表達民意的 到底有沒有幫助的 這樣 事實上就是有的 為什麼呢 雖然在法律上 沒有什麼特別的作用 但是 但是起碼是彰顯得到民意 其實這一招 根本上就是要夾緊 喬治亞州的 州議員 就是要使得他們 清清楚楚地面對真正的民意 如果在很短時間之內 都可以收集得到 10萬個選民的簽名 那些州議員 根本上就不能夠 是偷雞 或者是和禧 所以Lin Wood律師所搞的這場運動 對於向那些州議員施壓 是有一個積極作用的 好了 弗林將軍 他就聲稱 已經擁有了大量的證據 而且每天都有更多的證據 他就感謝所有 願意勇往直前的愛國者 他們就將美國放在第一位 當然弗林將軍說到有這麼多證據的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拭目以待 至於拜登毛尼塔 說扭親腳這件事 是不是看了別人爆料扭親腳 還是這麼巧合 巧合 真是天曉得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